无论是咬柴或有时意外 有时我们会觉得脚趾会很痛 甚至是脚板会很痛 这些小责当然是远组织受伤 即是撞瘀了 但你不要想着我还能走 我痛得来扎扎扎扎 还站起来以为不关骨事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骨折 因为那个地方脚趾 我们的脚趾或脚背 有时力量不太大 但真的会骨裂 但你没有想着骨裂一定走不到 当然有些时候骨折的地方 比较严重 我们说有displacement 真的已经退开了 甚至乎你见到变形 你就知道一定很严重 但有部分骨折是裂痕出现 甚至乎我们照X光 看起来像头发丝 可能你走或站起来 只是觉得有点疼 但如果不幸 在脚趾尾的位置 即是我们五只脚趾 接着脚趾尾外側的位置 脚背的脚脏骨 如果裂了 你不要想着 那些小小的骨不太严重 甚至走得到 万一这个地方 牵涉到我们骨与骨之间的关节位 其实有时要做手术 可能要打钉 甚至要打石膏 所以提醒大家 有时我们脚趾受的伤 未必真的痛到你完全走不到 就算你觉得勉强地走到 但痛持续一段时间 都要照X光 看看骨有没有烈到 好 好